中国国务院日前公布了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方案 指出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但是同时垄断腐败低效高薪等争议也不断为外界所诟病 好 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 旅居美国研究中国经济体制问题的学者何清莲 来分析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原因目标 并且对这个方案进行点评 何清莲女士你好 你好 好的 我们都知道国企改革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 那么为什么时隔30多年现在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国企改革其实从改革初期一直到90年代末期才算是告一段了 那么他在朱镕基手里呢 反正呢是抓大放小 保持国企在垄断行业的地位 通过做大做钱的垄断性经营 演成了一批国企寡头 这些国企资本雄厚 政府视为共和国长者 本来指望他们撑起中国经济这片天 但是由于腐败浪费 成为政府官员养老之地和安排亲疏子女之地 国企的效益很差 尽管政府来通过股市和银行源源不断地为这位共和国长者输血 但是经常性亏损 按资本与人员比率计算的安排就业还远不如私企多 因此需要再改革 好的 那么新一轮国企改革方案呢 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 涉及哪些引人关注的重要内容呢 何女士 我首先想说一句 最近呢 关于国企改革刚出来 很多人可能尤其是政治反对者吧 基本上就没看文件 就说是私有化 这个呢可能有点误解 它的亮点呢 是分合属有制 而且还说了双线分合 就是说双线分合是什么意思 就是民企和国企可以富现持股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文件上说的原话是 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 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 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 先对控股 也可以参股 并遭力推进整体上市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的暗示的意思就是说 国企还是要保持绝对控股 先对控股 绝对控股就是51% 先对控股就是成为最大股东 那么还可以参股到民企去参股 然后最后到股市上再去圈钱 就是整体上市 那么这里就是首要目标 就是包装上市 因为现有的企业 在股市上已经圈锅一轮又一轮了 所以要重新资本重组 然后再改一个名头再去圈钱 这是主要目标 同时呢 翻阴私企入国 但是可能还是不给他们控股权 这样一来呢 我不觉得私企会非常踊跃 目前呢 中国的资金外流非常严重 也就是说 政府的推出来 是想挽留一部分资金 但是我看有点困难 好的 那么尽管这个方案呢 可能比较错综复杂 但是像您刚才讲的那样 就是肯定呢 不是一个私有化的方案 好 那么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体制的海外学者 您总体上是如何评价 中国这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方案呢 我觉得呢 总体上来说 还是新瓶砖旧旧 末底还是加钱国企的活力 然后呢 但是这瓶子也新不到哪里去 比如这一次这个 所谓竞争性与工艺性企业分类 在朱镕基时期呢 叫做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企业分类 所谓竞争性 就是要到市场上去竞争 比如在当时啊 就是哪些呢 就是生产那个电视机 电冰箱电红扇 电红扇这些产品竞争激烈 他就推到市场上去啊 但是呢 电力供水煤气天然气能源 这些与民生有关的 一律由国企垄断 那么这里就还是 那么就是这些企业 他现在把这些 所谓非竞争性的 就变成工艺性的就完了 就是个名头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对这一次 国企改革呢 还是不要基本过高 但是也不要呢 无底方式的说 这就是实有化 因为文件中间有一句话 不能再像上一轮一样 搞大跃进的 那个个人股权 就是比如职贡持股 但是在经营者持股的 比例上可以略有上升 好 我们感谢何清莲女士 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